那最後的話,Respund Right 兩個怎麼樣把它輸出 最後才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其實不算太困難 因為將來會比這個更複雜的東西還太多 那如果你懂這個方式的話 將來你在做回圈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裡面還可以做一些判斷啊 比如說你有一些事例要做判斷之後再輸出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一些些 OK,我想這裡的話問題先丟出去給各位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個地方怎麼做 所以有三個部分要切 也就是說如果是 餘數不是零的話 那就是這一個 如果餘數是零就是這一個 所以兩種判斷是 那我們要怎麼錯呢 基本上你就在這個地方動一些手腳 開頭的地方 因為你會發現開頭 TD 跟另外什麼 TD然後一個 多這個東西 這個顏色 BG Color 那只是給他三個顏色 後面一定都一樣 都是斜線TD 所以後面部分不改 那我如果要判斷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按一個Enter 然後判斷一下 那應該還記得 這個if 條件的話 給他一個刮斷 然後後面的話 我習慣先大刮斷 Enter一下 反之的話是L 先把這個結構先打起來 然後一個刮斷 Enter一下 就是說 if後面這個 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把程式寫在這裡 如果反之的話 程式就寫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反之 假設了 我先把反之這一串 先把他 摳過來 先把他摳到這反之 也就是說如果 他的餘數不是0的話 那就輸出這一個 如果是 這個 輸出的話 這個地方 如果他整除的話 就是這個條件輸出 OK Respon. Run 後面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參考一下 偷懶一下 就是後面這一串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把他這個地方 Copy一下 就是其實多什麼 BG Color BG Color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話 加在這個後面 這個TD 然後 貼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會有一個TD BG Color 不過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在HTML裡面 它允許這個雙引號 夾在裡面 可是程式裡面 不允許這樣子 了解意思嗎 就是說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他是雙引號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雙引號 放到程式裡面 因為雙引號已經被使用過了 所以你有兩種作風